各位網友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講講IP IP就是叫做Intelligence Properties 即是叫做知識產權 中國過去幾十年經常被人說是抄襲 還有做老翻,不轉做知識產權 這是過去在一些發展中的國家必然經過的階段 接下來我覺得中國隨著教育慢慢增加的時候 始終對知識產權是會越來越尊重 講回知識產權,其實用得最好的就是幾個大美國品牌 尤其是一些漫畫、動漫 好像是Marvels,好像是迪士尼,好像是環球影業 他們的角色都被用得很好 尤其是最近這十年Marvels都用得最好 其實看回十幾年前第一套鋼鐵盒 就是把整個Marvels這些經典的超人激活了它 你看回原稿,可能是七八十年前 其實Ironman那個顏色的配搭和畫是很難看的 但是經過了電腦的包裝和現在的電腦特技後製 令整個Ironman變了摩登起來,活潑起來 整個系列被它帶動了 這個是Marvels和現在的迪士尼收購了 是非常成功的策略來的 在內地如果是講IP,即是講動漫的IP 大家會最記得起的應該是 以前有一隻叫做南貓 接著近這十多年就是一隻叫做喜羊羊和灰太郎 他也拍過電視,也拍過電影 他創作的那個人其實就是香港人 他就很精準定位到 是比一些大概三歲到十歲 在幼稚園到小學階段 講一個很簡單的角色 狼經常吃羊 狼有兩夫妻 老婆經常打老公 羊有什麼人種都有 有些蠢的,有些懶惰的,很容易生氣的 小朋友很容易代入到那個角色裡面 拍了很多 現在他除了拍喜羊羊之後 喜羊羊那個已經拍到悶了 他就拍另外一個叫做開心超人聯盟 開心超人聯盟就講香港人 很多人都不知道 但是這個動漫其實已經是有十年的歷史 看回中國那個動畫 其實那個增長率是非常之厲害的 從2015年的三十二億人民幣 就慢慢去到現在 2020年 估計是會去到二百零五億 即是增長有七倍 即是接下來還會 十幾二十百分的增長 是非常之厲害的 有了這些叫做動漫 接著有些角色就叫做IP 那這些IP就是可以做一些叫做創造 在內地就叫做二次元的用戶 其實就是簽了一些IP 就是把它可能是商品化 可以做T-shirt 可以做書包 可以做其他文具 或者是教學用途 都是可以用這些IP 所以就是要做創作的 那在2014年 其實只有1.5億的人 就是做這些二次元的用戶 去到2020年 就已經是估計有4.1億 即是增長有兩倍多 那這個是在內地 現在已經是擁有自己的IP 但是相對於和路迪士尼 相對於環球影城 是有個相差 因為始終內地的起步都比較慢 那說回最原始的IP 其實大家都很會有印象的 就是西游記 西游記是一個很典型的IP 但是因為它那個作者太前 沒有得去註冊IP 還有IP也都過了註冊的年限 沒有人去claim有這個IP的註冊權 如果不是 只是孫悟空、西游記 已經是拍到滾家難熟 那今天想說那個IP 就是說 因為現在內地的 叫blockchain技術 越來越厲害了 它是可以把所有的產品 追溯到那個源頭 譬如你那件T-shirt 可能是一個scan的QR-Code 已經知道這件事真是假 那用blockchain的技術 亦都可以把整件產品的分配 究竟作者、作家是可以分多少錢 那個製造商家可以分多少錢 那個分配的distributor 或者是做法務 做什麼整個系列的東西 都可以分得清清楚楚 這個就是blockchain技術 那個用處 就是可以把那個源頭 知道這件事是真還是假 第二 亦都可以把每一個參與者 他們應該得到多少的成績 或者分享多少的成果 是可以做得清清楚楚 今天想說IP就是這麼多 有什麼可以大家留言 聊一聊 拜拜